好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的千千 想必大家最近應該都沉浸在尾牙 或是準備要放假的心情之中了吧 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 跟Party相關的東西 那些做巧克力噴泉的YouTuber們 很棒 還有做酒精噴泉的嘛 想到這個我就不爽了 這種浪漫你們不懂 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做一個比較特別的 那就是100片的起司噴泉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跟你講 這時候就是要專業的收拾 光澤這個衣袖你就會覺得 哇 中泡沙的感覺 嗯 那我們先…先來燒水還是先來用起司呢 邊燒水邊弄起司 隔水加熱呢比較不會燥回答 米不燙直接融 有沒有Rich的感覺 好 開始 開始 我只能吃3片我就覺得很煩了 這個100片是要吃到… 何これ 喔 最後兩片 99 100 終於 WOW… WOW 然後因為我們要做的是噴泉 所以呢要讓它更易壯一點點 再加一些鮮奶下去 喔 差不多了 像這樣子 就是非常水壯的感覺 然後呢 建議你們再加一些那個黑胡椒粒進去 香氣上還會多那個黑胡椒的香味 然後亮的話就是看你們心情 我個人就是走一個SV0的路線 所以我就會有點就是非常的準這樣子 好 完成 下一步 噴泉 來囉 我們要來倒它了 我們先把湯匙拿起來 來囉… 來囉 不… 冷靜 不要吐氣 好 完成 好 完成 WOW… WOW… 那個拍酒精的YouTuber 我就不爽了 有沒有 超成功的 哇 好興奮喔… 然後呢我今天準備了三家的炸雞 看哪一家搭配這個起司噴泉最合 不然現在拿玻璃好了 如果以這種桶裝炸雞來說 它其實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可是它每一次呢 中年期的時候品質就會非常的不好 來…各位 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先用這個炸雞腿來試試看 來囉… 沾一點點不算是比較沾很多 你看這裡 好好吃喔 先不說炸雞本身就好吃了 再搭上那個起司整個就是哇 再來一點點 超爽喔 而且因為我不是有撒胡椒粒上面嗎 所以它其實除了起司的鹹香之外 它還多了那個黑胡椒粒的香味 可是我必須要說就是 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好像在圓夢喔 太好吃了 雖然說拿破裏本身炸雞就很好吃了 但我必須要說就是加了起司之後 它本來70分或80分 就一加起司之後就整個飆到100分了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胖老爹的好了 胖老爹我也用推好了 這怎麼會這麼的療癒啊 你看看 好好吃喔 不過我覺得這樣比起來的話 好像胖老爹更搭一點點耶 因為其實拿破裏它的鹹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胖老爹雖然說還是有醃漬的肉 可是它又沒有拿破裏那麼鹹 所以我覺得搭起來的味道反而比較剛好 接下來下一個呢 我們來試試看肯德基的 我本來也想要買麥當勞的炸雞 可是我室友說麥當勞好像不是以炸雞聞名 所以就先Pass它了 沾超厚的 哇 你看它這個上面全部都是起司 然後還有點微微的冒煙 糟糕 我覺得肯德基最搭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肯德基其實我不確定它有沒有 還有鹽汁鍋 可是它反而雞肉的香味是最淡的 雞肉的香味最淡的話 再配上鹹香的起司反而是最搭的 你知道現在感覺超奢侈的 就是早餐店點東西的時候 你要加起司加一片啊 不是加10塊嘛 以前其實是加5塊 後來才是加10塊的 然後啊 你就會覺得說今天吃得好奢侈喔 結果這裡面居然有100片耶 不覺得很囂張嗎 我室友剛剛因為怕它硬掉 因為起司容易硬掉你知道嗎 它剛剛就加了一些牛奶下去 就是又多加一些 結果它變超水 剛剛一直要煮到水的感覺 好了 因為這台的溫度 很怕起司會硬掉 怕它變得太醜 把它打開 所以它就這邊 就搖出去 然後用瓦斯汁 再熱一熱之後再把它倒進去 就很忙一直這樣子來回 它這個馬達感覺又壞了 它現在很稠了唷 接下來又要繼續到胖老爹了 沒想到拿破裏很迅速的就刻光光耶 好軟嫩 喔 那你壓一下 喔 它就 它不會當了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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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吃一段時間鹹了之後 再咬一口甜甜的蛋塔就 哇 超推 哇 這下是肯德雞蛋 好大一塊喔這個 你看 這大腿肉嗎 整個在冒煙 整個在冒煙 就是電流 被淋到你就輸了 好 不要玩 我對不起大家 吃完了 吃完了 好吵喔 吃完了這一次的三桶炸雞以及100片的起司溫泉 噴泉 噴泉 然後呢我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呢我這個100片的起司噴泉沒有吃完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加熱的過程中加牛奶 其實它的量已經變成兩倍之多 我覺得接下來我應該要有好幾天就是擁有很多大量的起司可以吃 聽起來好奢侈喔 然後呢我要跟大家說在家裡千萬不要嘗試 因為我本人呢覺得你們如果在家裡嘗試的話 我室友要我提醒大家百分之百會被殺 然後呢就是現在呢是尾牙季 然後接下來也要放假 希望大家尾牙都可以中大獎 然後過年放假也可以開開虛虛的 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掰掰 這是一層泡泡是不是 噴到妳的村子 噴到妳的村子